现在我们开始讲十字三节Motion of center of mass 也是执行的运动 那执行的运动呢 我们可以先回想到单一个例子 如果它的移动速度 也就是它的Instantaneous Velocity 就是瞬时速度呢 我们可以定义成V等于R出于T 那注意的是V是向量 R也是向量 好的 那如果知道一颗例子的情况下 如果一堆例子呢 一堆例子我们可以由前面的 我们所学的这个公式 一堆例子它的直行位置RCM 注意这也是向量 可以写成SigmaMRI除以大M 那大M是所有例子的总质量 那MRI分别是个别单一例子的质量 跟它距离原点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结合起来 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我们把直行的位置对时间为分 然后呢 后面这整块呢 也对时间为分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MI 跟你的总体质量不随时间变化的话 RI比T就可以写成VI 也是每颗例子的速度 因此呢 我这整个式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变成VCM等于Sigma MI VI除以大M 也就是说 我这个整个系统的执行速度 相当于每个例子的速度乘上质量 再除以的总和 再除以总质量 那这个式子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把大M移向过去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大M乘上VCM好像直行是一颗例子 它有一个动量 就是MVCM 同时呢 这个MVCM其实就是什么 Sigma MI RI 也就是所有的质量乘上速度的总和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一个系统 一个具有一堆例子的系统呢 它的总线动量可以形成大P 这是个向量 相当于直行的速度乘上总质量 就是MVCM 也会等于每一颗例子自己的动量整个相加 那注意的是 这些相加是向量的相加 并不只有数值相加而已 好 所以一个系统 它的全部的这个动量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堆例子 然后呢 它具有 它集中在一个叫做直行的位置上 以VCM的速度在移动 那它的质量呢 就是所谓的大M 它的量值呢 就等于所有动量的相加 那当然 注意的是 因为它是向量 所以它是一个向量核的一个形式 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质量 当作是集中在一个直行的位置 由这个这个直行 具有质量M 然后以速度V去移动的话 那如果今天外面有外加一个施力 作用在这个直行上面呢 或是说外加有个力 作用在这一堆例子呢 我们一样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把它VCM把它对时间再做微分 可以得到MACM 或者说刚刚的每一个MIVI 全部都对时间微分 就可以得到MIAI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式子 就可以把它写成 每一个例子所受到的力的这个集合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我的SIGMA FI等于MACM 也就是说我外界对这些例子所作用的力 就好像对直行去施力 这就是把一个问题 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颗例子 放在直行 受到一个力作用产生了ACM这样的一个加速度 好 所以呢我SIGMA FI就等于F external 就是把外面的所有作用在每一颗例子上的力 做个合力 注意它还是个向量 所以它是个向量合 然后呢 好像在对直行作用 OK 所以呢牛顿地位运动利率 对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F external External就是外力 就相当于我的总值量乘上直行的加速度 OK 好 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式呢 就可以把它跟牛顿运动利率把它结合起来 把它写成我们的形式F等于SIGMA底P底T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外力是F external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刚刚前面得到这个P等于SIGMA MIMIVI 然后呢也等于什么呢 也等于我的M乘上Vcm 这个就可以把一堆例子的 的SO的外力跟我们比较广义 我们前面讲过 广义的牛顿运动利率 利的定义可以写成DP底T 把它连结在一起 现在变成什么样 F external等于DP底T 也可以等于什么呢 你的所有的利子的动量核 也就是说你的SIGMA什么 大M乘上Vcm 这就是我们一堆例子的处理 在流略医学上的处理方法 OK 好 所以呢依照这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就有学过一个问题 就是炮弹飞到一半的时候 它突然爆开了 那它的轨迹会长什么样子呢 假设这条线 它是应该是随着炮物线去运动的时候 当你在高中爆炸分成两片的时候呢 它的其中一片落点 可能是比较前面 另外一点落点比较后面 那这两片呢 它落下去的位置 或者说它飞行的速度呢 也要遵守动量守恒 但是呢在这遵守动量守恒的过程中 它的直心还是依然沿着 它本来应该要飞行的路线 就是这条虚线 落在怎么样 直心的部分 虽然没有真实的物体落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的直心呢 还是要位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 这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假设你有个东西爆开了 你要去寻找它 那你就可能说 你大概知道它 它以这个落点附近周围呢 去办 去找你这个东西爆炸之后 应该要落在什么样的地方 好 OK 所以喔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直心的 这个一堆粒子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缩减成一个简单的直心问题 那我们的所谓的限动量守恒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直心的问题 来做一个处理 那全部都符合这个牛顿的运动定律 好 所以F external等于MACM 或者说F external等于DPDT 这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例子的处理方法 那当然如果外力等于一定的话呢 表示怎么样 表示我的动量不会变 或者是说我的速度不变 那第一例会告诉我们说 我的VCM的直心速度 就要维持等速度运动 OK 这就是我们在直心的这个部分处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怎么样利用直心跟这个动量守恒 来处理一个直心运动的问题 那这一题告诉你说 有个70公斤的人呢 他坐在这个平板 Planform是平板的后面 Rear是指后面 Rear end就是最后端 那这个板子呢 它的质量是25公斤 人是75 板子是25 那板子的长度呢 是4米 那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板子呢 是往前走的 是每秒钟4公尺往前走的 那它在什么地方走呢 这个Flexionless Surface 就是所谓的没有摩擦力的一个平面 那0秒的时候呢 这个人突然就开始往前走了 开始往前走了 那他往前走的速度是相对于平板 是每秒钟2公尺 然后他开始走走走走走 走到他就从最后端就开始往前走 最后走到最前端就停下来了 所以提问想要问你的是什么样 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之内呢 他想要知道的是你的平板 他到底走了多少 因为你只能往前走 等于平板就要往后走 可是呢一开始的时候 这平板是往前滑的 所以当你整体往前滑 可是你又往前走的时候呢 平板因为这整个东西要遵守什么 它执行必须是等速度移动的 所以人往前走等于相对平板 往后走才能维持执行 不会是突然变得更快 所以他要找第一个问题是执行 你的平板呢在这段时间内 它走了多远 第二个呢人实际上走了多远 第三个是执行走了多远 好所以由我们动向守恒的公式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人的 人在移动的时候 人有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呢是一个对地速度 所以当我的这个人 假设我们今天有个参考桌标在这个地方 那人相对于这个地面呢 它的动量呢是75乘上相对地面的速度 再加上什么呢 我的这个平板相对这个人 它是往后的 所以它是怎么样 它的质量是25乘上2-V面 这两个加起来应该要等于0 也就是说相对地面来说的话 就是这两个这个人跟这个平板相对起来的话 它应该什么要动量守恒 所以它的移动量跟平板的移动量 两个加起来要等于0 那因此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计算 就可以得到我们人 每秒钟其实是走了 相对地面走多少 是0.5公尺 那平板呢 是-1.5公尺 每秒钟-1.5公尺 这是第一个 好 那因为这个整个 整个板子的长度是4米啊 那它的速度是2米 所以他这个人在这板子上 真正走的时间呢 其实是4米除以每秒钟2米 就是2秒 好 那在这2秒的期间之内呢 那板子到底滑移了多少呢 因为板子一开始本来是用 每秒钟4公尺的速度前进 可是现在呢 板子用-1.5公尺的速度在后退 所以它真正往前移动的速度 并没有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子算起来是2.5 然后它每秒钟只有2.5公尺 所以在2秒之内呢 它其实走了5米 这是第一个 那人呢 人它本来这板子往前走是每秒钟4公尺 那再加上它本来真的在往前走是每秒钟0.5公尺 那走了2秒 所以我们撑起来呢 就是9米 最后我的直心呢 其实直心速度 不管这个人怎么跟板子怎么相对运动 直心都永远呢 都是会用每秒钟4公尺的速度再往前进 那因此呢 我的直心速度呢 直心呢 在这2秒钟期间呢 还是走了多少 因为没有弄4公尺嘛 那它走了2秒 就是走了8米 这就是一个直心的一个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实质式 就是例子它的什么 它的总动能是什么 好 我们说这个例子的 这个系统的例子的总动能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直心动能 第二个呢是相对于 Renative是相对于直心的动能 简单讲说我这个直心 它在做运动的时候 它有它的动能 可是其它的例子呢 它下面的直心到底有没有运动呢 可能它在这边可以转动 它可以在那边移动 相对直心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动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两部分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 假设今天我们有 有I个例子 相对于圆点 它的位置呢 可以写成RI等于RCM加RI' 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RCM呢 是直心的位置 相对于圆点的位置 那RI'呢 则是例子相对于直心的位置 那 因此呢 假设我今天 随着时间 这些R都有变化的话 我们同样对T恤为分 就可以得到VI等于VCM加VI' 那因此呢 对DI的例子 相对圆点呢 它的动能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Ki等于2分之1 mivi.vi 就2分之1mv平方 不要忘记它是向量 可是VI呢 包含了两个成分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直心的速度 一个是相对于直心的速度 所以我们把VI.vi展开来 就可以写成VCM平方 加上 后面这个V'平方 再加上2倍的VCM.vi' 好 那针对这个式子呢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式子 怎么去看这个整个系统的总能量 首先我们知道K 一个物体它的动量 K可以写成1分之1 sigma mi VCM平方 加上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例子 一堆例子 就是这里头的所有例子 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1分之1sigma mi VCM平方 加上1分之1mivi'平方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VCM.sigma mi Vi' 就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延伸到整个系统的这个总和 好 那这样就整个系统总和 我们来想一件事情 这个mivi'是什么 是所有相对于直心的 这个动量 那这些所有相对于直心的这个动量呢 应该要怎么去写呢 我们说我们的VCM 直心的直心的速度 可以写m分之1sigma mi vi' 那mivi'呢 则是什么呢 则是所有例子相对于直心的什么 的动量 那因为所有例子它的动量 可以用直心动量来描述 所以所有例子的加起 相对于直心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有例子呢 相对直心的总和 当然一定要等于0 因为它的所有动量就在直心位置上 所以呢 这个mivi'啊 这个相其实就应该要等于0 了解意思吗 也就是说大家 大家的平均值是在中间 所以每个人跟平均值相减的差值总和呢 就会是0 就会是0 好 因此呢 我们刚刚那个公式呢 这个mivi'等于 这个mivi'呢 就要 应该要等于0 就是大家相对于直心的这个动量等于0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动量的数 整个动量的写法 就可以改写成什么 直心动量加上相对于直心的动量的部分 也就是什么 k线等于1 2mvcm² 就是直心动量的部分 以及所有相对于直心的动量的部分 就是1 2mivi' 那中间的另外一个什么呢 这个vcm.vi'的部分就不见了 因为就等于0了 因此呢 这个相对于直心的动量可以包含什么 移动 translation是移动 rotation是转动 vibration是所谓的振动 相对之间 转动 振动 移动 都可以记录在这个里面 好 那这就是第十章 那我们第十章 有三个作业 10-6 10-17 跟10-29 那请同学呢 把它 在这一周呢 把它一起交上来 或许多 出品 你有充满 表参了 谢谢大家